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中华上下有500多年的历史 更是留下了很多的文明瑰宝 现在我们许多的建筑当中 都会存在着一些古代的气息 就比如说我们国家著名的故宫 就是用我们古人所创造的 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出去旅游 就是为了能够见识一下古代人们的智慧 而在江西的南城县 就出现了这样神奇的一幕 江西水库水位莫名下降 神秘的佛人 向意外现身 周围群众纷纷跪拜 下面就跟小兵一起去看一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当地的这个鸿门水库修建的时间是在1958年 当时修建这座水库 主要是为了缓解当时这附近人们的用水问题 而且这一座水库面积也是非常的巨大 汲水量能够有11万立方米 而这个水库在建成之后 从来没有出现过水位下降的问题 但是却在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水位下降 而且水位下降 更是伴随着一个非常神秘的现象发生 当水位下降之后 居然在水库周边露出了一座神秘的佛像 水库面的同学看到之后都是震惊 纷纷对水中的这个佛像进行跪拜 后来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 原来这座佛像是在明朝建筑的 原来这个地方在明朝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 不过后来由于历史的变迁 这个地方逐渐落寞 而佛像也在人们的面前之中逐渐被遗忘